這個就是我們把中央公佈的確診案例 然後用發病日當基準點 陸陸續續去更新統計 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固然萬華區是最多的 在5月16號到5月22號有503 但是也要告訴市民朋友 不要以為只有萬華是疫區 事實上台北其他11個行政區都有案例 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下 疫調、足跡都變得不可行 事實上也不太可能 因為這幾百人沒有辦法去做疫調 事實上在人數這麼多的狀態下 如果去公佈足跡 反而會有假象的安全感 你以為好像沒有公佈就沒有 其實很有可能 只是疫調還沒做 那也因為這數量太多 所以目前很多疫調會變得不太可行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做快篩 那20分鐘就跟你講說 正的還是負的 如果是陽性的 你知道 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 針對這些case 以最速件再做PCR來確認 如果有的話 也不要再等什麼疫調 意思就是說 有那個確診者 自己去想想看 最有可能跟你接觸是哪些人 甚至是由你自己來通知他們 恐怕會比五天 甚至一個禮拜後 那疫調的醫師再來問你 那再去匡列那些 低層的居家隔離者 我坦白講 那個已經不切實際